各位法師 各位句師 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則佛領故事 這故事出自 《佛說 佛大生大經》 在大宗章第14冊 826頁下蘭到829頁上蘭 過去有一段期間 佛 住席在王社國 也就是王社城 國中有一位富翁 名字叫做利 他擁有很多的金銀財寶 田地 房社 牛馬 奴婢 數也數不完 這位富翁年歲見老 卻沒有兒子繼承 依據王社國的法律規定 如果沒有子女的話 死了之後 所有的財物都將被官府沒收 於是利 就向日 月 諸天 鬼神 九子母 山神 樹神等祈禱 希望能獲得一個兒子 但是始終無法如願 富翁自己心想 人有危及時 總是會去歸一 三神 樹神等 幾乎都走遍了 沒有不去祈禱或歸一的 可是 善盡的財產 家產事業 疏於經營而敗壞 疾病仍然相繼不斷 災 災禍連綿 奴婢 死亡 六處不繁殖 都是妖滅 火害 如果以鬼神當作導師 被迷惑而隨之起舞 擾亂居家安寧 本來希望將來會得到幸福 可是 災禍卻接踵而來 就好像盲人吞的毒 卻自以為是良藥 原本希望病能夠治愈 卻毒發身亡 我現在為了祭祀鬼神而殺生 以後一定會墮入地獄 竟還妄想得到上天庇佑 這岂不是太愚痴了 世間有佛道 有道德高尚的聖人 有政務得到的人 叫做阿羅漢 阿羅漢泛行清靜 就好像是流離珠 必須心存精靜 才能遇得到 奉行正道的人 唯有赦心 即靜安定 無欲無求 以此為樂 現在是得安樂 命中則往生天上 利便這麼想 我先放下 我先放下以前常供養的諸神 改為 事奉佛法身三寶 事奉佛一年之後 利的妻子便生下了一個男孩 利就說 因為事奉佛而滿怨 就把這個小孩 取名叫佛大 佛的出家弟子稱作比丘生 利又試著侍奉生重 不滿一年 又生了一個聰明的男孩 取名叫生大 利常用佛道訓誡教導 這兩個孩子 弟弟生大的天性仁慈 愛護萬物 孝心深重 宋慈佛法戒規 喜歡清靜沙門 清靜知足 父母看到生大的心性 特別疼愛他 後來富翁得了重病 卧床 便叫長子佛大來 含著淚水 教戒佛大說 人有生就有死 萬物無常 持戒的人安穩 犯戒的人則會遭遇為難 如果能好好持守佛戒 就完全沒有憂患 你弟弟生大年紀還小 天性仁慈孝順 品性純潔等等 這時富翁就把生大托付佛大照顧 這些話才剛說完很快就斷氣過世了 從此弟弟生大失去了如天一般 提應他的父親 孤苦沒有依靠 他多次向兄長佛大說 我想要出家做沙門 當時王社國有一種很奇特的風俗 如果家裡的兒子想娶妻 就會假裝說 我想要出家做沙門 家人很怕他跑出去出家 立刻就會為他迎威 妻子進門 佛大以為弟弟也是這樣虚偽的人 就為弟弟便尋到全國最賢熟的 未婚女孩 名叫快健 他的氣質光彩出眾 容貌端莊 舉世無雙 身材高矮胖瘦剛剛好 人品更是純正高潔 仁慈孝順 就像是眾星圍繞的一輪明月 全國德性賢良的婦女們 沒有一個不喜歡不讚嘆快健的 娶妻回家 登上廳堂 哥哥佛大舉辦宴席招待賓客 酒族親戚都很歡喜 大家和睦歡樂 哥哥就當著大眾 兵客面前坐弄 弟弟說 今天這個日子 你願意出家做沙門嗎 僧大威達說 大哥 請您放我去出家做沙門 這真的是我長久以來的心願 就最後醒過來的哥哥佛大 未細茶 弟弟是真心想要做沙門 竟跟他開玩笑說 好啊 那就滿你的願吧 弟弟心聲歡喜 立刻向哥哥行禮 當天就離家 往山林裡去 他看到一位沙門 年紀輕輕 相貌端正獨自一人 安坐在樹下 僧大就走向前 合掌問訓鼎禮後 退到一旁說 有德性的修行人 請問您是什麼樣的姻緣 出家做沙門呢 這位沙門已經證得阿羅漢道 能知過去及遇知未來無數節的事 沙門就對僧大娑 佛經中說 如果有人貪愛荒淫放逸 就如大火焚身一般 也像是手拿著火把逆風前進 火焰會稍微返回吹向自己 若不趕緊放下火把的話 火最終會燒到他的手 就像烏鴉口中叼著一塊肉 被鷹及沾鳥緊緊追逐 如果不趕緊將口中的肉放下 那麼就會帶來災難危及性命 光吟放逸就像這樣 到處充滿危險 我正是因為這個緣故 所以決心出家作沙門 在鋒利的刀口 塗滿蜂蜜 無知的小孩因為貪吃甜味 用舌頭舔刀 就會遭受斷舌的痛苦 荒淫放逸的人 被貪求一時快樂的愚痴心 所蒙蔽 不思為隨之而來的後果 將招來大火焚身的禍害 就像飢餓的狗撿到路邊的枯骨 瘋狂啃咬 結果不但傷了嘴巴 連牙齒都折損斷掉 這樣只是傷害自己 又有什麼益處呢 這樣子光吟放逸 即使經過百千億劫 不但沒有絲毫的福德 反而招來墮落三惡道等罪過 我就是想到這些過失災患 所以出家作沙門 譬如樹木的花果長得茂盛 過路的人因為貪圖這些花果 於是便朝著樹幹 用棍棒敲打投擲石頭 沒多久的時間 花朵毀損過失掉落 枝幹樹葉也遭受摧殘受傷 樹木因為美麗的花朵及果實 招來凋零死亡 飞蛾貪愛火光 扑到燈火中身體被燒毀 究竟能得到什麼利益呢 沉迷於荒淫放逸的人 不能分別善惡 反而疏遠有德性的人 親近愚昧無知的人 每天趨向下流愚蜜 不但導致國魄家亡 甚至未來死後 還會墮入地獄 惡行明顯 罪業成就 此時後悔來得及嗎 一定來不及 佛陀以體悟的真理 開示誤入解脫的聖道 我敬仰佛陀 期盼能承蒙佛恩 可以親身 聽聞經法戒律 守護心念沒有缺失 獨處一人沒有憂患 回顧過去平庸出俗 才知道是多麼的錯誤 我就是因為這個緣故 所以出家作沙門 聖大聽了之後 立刻鼎礼修行人的雙主 定常跪說 佛真是最高的聖者 诸天之尊 佛的經教能息密於知 深入我心 我希望能遠離世間的成垢 實踐清靜佛道 奉持沙門戒律 並以此為榮耀及幸福 於是替督恩師 便教導僧大比丘重要的戒法 僧大侍奉恩師 經過數個月之後 就向恩師請示 不知師父意下如何 我想要進入深山中休息禪定 追求正物解脫道 這樣才能消除我的過患 恩師回應說 獨自一個人住在山中很不容易哦 住在山間水澤旁邊的人 要學習星象之學 才能清楚的明了時節 還得要儲備飲水 火苗干涼蜂蜜 為什麼要這麼做呢 因為盜賊想要去搶奪備用的水 火苗干涼蜂蜜 當夜半到凌晨時分盜賊來時 他們問話你就要回答 給盜賊想要的東西 如果違背他們的意思 盜賊往往就會殺人 僧大感念恩師的教導說 好 弟子僅遵恩師慈悲的教室 恩師所交代的學問 我都會好好學習 盜大向恩師告別後 就一個人進入深山中 哥哥佛大心想 弟弟已經出家坐沙門 終身不會再擁有棋子了 而盜大的棋子快健 相貌端正 舉世無雙 佛大心裡很喜歡他 就到快健那裡拿了一把琴 跟隨在快健身後 彈唱芳吟的歌曲 美麗盛開的玉金 生長在田野間 若不及時將花朵摘下 就如被拋棄一般 啊 這麼細嫩柔美的肌肤 豐滿的體態 如花一般美麗柔嫩 就和我一起享樂吧 我們本來已經這麼親近 如果一年過一年 虛耗青春 年歲見老 又有誰會珍惜疼愛你呢 快見當下察覺到 兄長佛大想要亂倫 就以歌曲回應佛大 崇高偉大的世尊 天人師 是我的老師 清靜無瑕的出家弟子 叫做沙門 我讚嘆阿羅漢 為初世間的聖人 邪淫是畜生之輩的行為 我受此嚴格的戒律 終生不侍奉第二位丈夫 絕不生起邪淫的心念 怎麼會有絲毫的求取呢 佛大又作一首 悲情淫秽的歌 我長久以來的心願 都放在你身上 又找了好媒人 請教過算命師 為我們看一下 補掛良辰即時 我的心忐忑不安 就怕你不來 既然現在已經見到你 美麗的容貌 我真的很歡喜 如果今天不能好好共享歡樂 那之前的準備 不多白費功夫了嗎 我願對你發誓約定 你還有什麼好懷疑的呢 快見深深感到害怕 那驚恐就以歌回答 佛方便施設 行儀規範 掌幼尊卑有序 小叔的妻子 應當看作是自己的女兒 夫婿的兄長 應尊重如同父親 我至身尊奉佛界 日日尊崇奉行 經程謹慎 則將來正物真理 與聖人並駕齐驅 淫亂則淪落 從屬之輩 哎呀大伯 您怎麼會說出 這樣的話 格格佛大 已經喪失理智 貪圖快見的念頭 非常強烈 很難轉移 快見又唱說 作人處事 應該遠離二件事 不孝順即淫亂 如果行為舉止 違背佛的教誓 天人即賢者之事 應該遠離這樣的人 佛大也以歌回應說 你的容貌是那麼的 艷冠群芳 令人喜歡 普天之下的美女 哪有像你 這麼美麗的 我實在是太喜歡了 所以能跨越大山的阻擋 快見心想 這人貪戀我 狂亂敗壞 一定會招來大災難 我應趕緊告訴他 觀深蹤惡路不靜 這樣他才能去除 貪欲的想法 快見在回應說 你貪圖我的身體 身體有什麼好呢 頭有九骨 結合成為頭骨 其中包覆著腦 臉面上有七孔 分別會流出眼淚 鼻涕唾液等分泌物 皮膚 皮膚包裹著骨骼 所貪念的脖子 也只不過是皮肉 互相包裹著而已 身上有毛髮 爪齒 皮膚 肌肉 血 腦 骨肉 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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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腎 腎 腎 肺 食尿 濃血 寒熱 腳與小腿相連 小腿與大腿相連 大腿與臀部相連 臀部與腰相連 腰與脊椎相連 脊椎與腋下相連 腋下與頸相連 頸與頭骨相連 手臂與手肘相連 手肘與肩膀相連 我像是一指繪畫精美的瓶 瓶中裝滿史妙 這個身體充滿不敬 這麼令人厭惡 有什麼好貪戀的呢 一般人對於喜歡的東西 如果有人說出這樣東西的壞處 心裏就會輕視拋棄她 佛大心想 這個女人還在想她丈夫 怎麼有可能聽我的話 我唯有殺死弟弟 她才會跟隨我 佛大非常生氣便去招募盜賊 佛大在酒家看見 延遲輕薄舉止不莊重的人 就前去對她說 你認識我家 去養卑賤奴隸的兒子嗎 他逃去出家做沙門 現在躲藏在山裡 道賊說 我認識 佛大就拿出金銀給盜賊 命令盜賊去殺奴隸的兒子 快點去取回她的人頭 還有身上穿的衣服 所拿的髮杖 腳下穿的鞋子 都把它帶回來 我還會重重賞賜你更多的金銀 道賊一聽很高興的說 我現在就去把這些東西拿回來 道賊立刻進入深山 來到生大修行的地方 大聲呼喊著 沙門你趕快出來 生大走出來說 你有什麼需求 我備有水火苗干糧蜂蜜可以吃 這時已經半夜 道賊說 我不求水火苗干糧蜂蜜 也不問你現在什麼時候 我只要把你的人頭帶走就可以了 生大聽了非常驚慌恐懼 流著淚水說 我不是顯貴諸侯人家的兒子 我拋棄世俗出家學道與世無爭 但是學道的時間還不夠久 還來不及正德出國二國三國四國 還沒有得到阿羅漢六神通 你殺了我又有什麼益處呢 道賊說 我就是為了你的人頭來的 你不用再多說了 多說也是圖廢純舌 苦苦哀求我 有什麼用處呢 生大心想 這名道賊可能聽過 我出身富貴人家 以為我帶寶物來這裡 生大便對道賊說 你想要得到寶物的話 我哥哥在家 他叫做佛大 我寫一封信 請我哥哥賜給你一些保護 隨你想要什麼都滿你的願 道賊說 正是你哥哥叫我來殺你的 生大說 哎呀我今天死定了 都是因為那位女人 恩師之前訓誡我 人與淫欲在一起 就好像拿著火把逆風前進 如果不及早捨棄 火焰將會燒手 又好像在刀口塗滿蜂蜜 像是老鷹追逐乌鸦 又像惡狗得到枯骨 也像樹木上的花果 射於對性命危害之身 如同恩師 所教訓的那樣 生大便流著眼淚 對道賊說 拜託你 讓我再多活一年 讓我有機會 正悟得到 我都會待在這裡 到時候 你再殺我也不辭 道賊說 我現在就要把你的人頭帶回去 怎麼可能再等一年 在山上居住的修道人 有好多是得到的 恐怕到時候 你輕易地施展神足通就跑了 總之不必多說了 現在我就要把你的頭帶走 生大再說 拜託你先不要殺死我 先斬斷我的一條大腿 放在我面前 於是道賊上前 先斬斷 生大的一條大腿 放在前面 生大遭受巨大的疼痛 痛到說不出話 這時忽然有位天人 從天上下來說 你千萬不要恐懼害怕 因牢牢地守護你的心 你在過去世時 投生在畜生道中 被人宰割 曾經算兩的賣你的肉 已經不止一世了 地獄惡鬼 你更投生過多次 過去你已經遭受 許多的痛苦了 不是今天才這樣啊 生大對天人說 請您告訴我的恩師 讓他知道我今天的遭遇 希望恩師指示我道路 此生將往何處 天人立刻為生大 趕去他師父的地方 並說您賢命的弟子 有人想要殺他 他流淚哀求 想要立刻見到恩師 這故事還很長 欲知詳情 請拜下回分解 請拜託 請拜託 請拜託